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席间紫衙想起阵王的邓九宫黄天祥 心中难过 叹道可惜了忠勇之势 次日紫衙修下战书 命新甲前往四水关下书 四水关首将韩荣 以德之家梦关青龙关失守 韩荣对众将说 江紫衙是德胜之兵 君威正胜 我等唯有竭力死战 这时战书到 韩荣接下书信观看 书中说 赵王荒淫无道 赵武王功行天罚 大兵到此 而或战或降 早做明绝 次日紫衙摆开大队 至四水关下挑战 韩荣忙整点人马 呐喊出关 两军对阵 韩荣见紫衙左右门人 重将一队队英雄威武 韩荣大骂紫衙 背叛朝廷 紫衙说道 赵王有罪于天下 诸侯皆返 我周王上尊天命 惩罚无道 救民水火 韩荣理屈词穷 回头贺问 哪位拿下这反贼 韩荣布下先行观王虎 走马五刀 飞奔前来 直取紫衙 哪吒登开风火轮 举枪盲盈 二人刀枪并举 战位束合 哪吒奋勇一枪 把王虎挑于马下 卫奔剑哪吒得胜 把马一颗 摇枪直取韩荣 韩荣手执己 迎面交战 卫的枪使开来是如猛虎 韩荣剑先折了一将 心中慌乱 无意恋战 紫衙挥动兵将冲杀过来 韩荣败回关中 韩荣回到殿上 一筹莫展 正在此时外面呼报 七首将军于化求见 韩荣知道他身怀奇数 又是旧步 心中大喜 盲传令请进来 于化禁殿 韩荣说 将军一走 不觉已过数年 如今江子崖气候已成 将军此来 可有破敌之术 于化道 末将那年被哪吒打伤 回到蓬莱山 见我师尊 师尊助我练成一件宝物 可以报我前仇 韩荣大喜 次日 于化出关 其金精兽 至周营讨战 紫牙闻报 问谁出马 哪吒听说 来者是于化 应声道 弟子愿亡 哪吒登轮提枪 出的迎来 于化见了仇人 也不说话 催开金精兽 摇己直取 哪吒挺枪 迎面交战 二将冲杀 有二三十回合 哪吒的枪法 乃太以真人传授 有许多巧妙变化 于化招架不住 急忙记起一口刀 名化血神刀 那刀来势极快 如一道电光 哪吒躲闪不及 大叫一声 败下阵去 哪吒逃进原门 跌下风火轮来 紫牙命送到后面休息 四日 于化又来周营挑战 紫牙问 谁人出马 雷震子欲为哪吒报仇 应声 末将愿亡 雷震子出营 见于化黄面赤然 甚是凶恶 雷震子展开二次飞腾空中 有风雷之声 将黄金棍劈头打来 雷震子的金棍如 泰山压顶 于化望上 招架费力 略战数回合 记起化血神刀 雷震子闪避不及 风雷赤上 中了一刀 跌落尘埃 雷震子败回大营 脸如金指 身子乱斗 幸而风雷二赤 是两枚先性化成 中了此刀 尚不至于 危及性命 第二天 于化又来挑战 紫牙因为已连伤二将 无计可敌 只得命令 挂出免战牌 当日 前元山金光栋 太乙真人坐下 金霞童子来至 见紫牙行礼 说师父已经知道 哪吒有难 命自己来接哪吒 回山调养 紫牙把哪吒 交付金霞童子 吩咐他 一路小心照看 金霞童子 纵顿光而去 这一日 杨简独梁来至元门 抬头望见 免自高悬 心祥 败将之后 已经过了十个月 怎么还在这里耽搁 而且挂起免战牌来 杨简脚梁 问明了交战经过 杨简说 江师叔 弟子明日出兵 看他到底适合法宝 再设计破他 杨简先去看雷阵子 细查商处 见流出的血水 像墨一样黑 杨简叹道 此乃毒物所伤 余化听得周营 摘去免战牌 立刻来周营前挑战 他心中得意 崔金金兽 在周营前 纵跳往来 杨简提三尖刀出营 二将相见 也不多言 两兽相交 一场大战 未及二十回合 余化记起 化血神刀 如闪电飞来 杨简运用八九玄弓 将元神盾出 用左肩迎来 被伤了一刀 大叫一声 败回行营 杨简回到中军 紫牙盲问 可知何物 杨简道 他神刀果然厉害 弟子想去见师父 走一遭 杨简动顿光 不久到了 玉泉山金霞洞 拜见师父玉鼎真人 他把前情叙说了一遍 又道 不知此刀是何毒 玉鼎真人 盲看杨简左臂刀痕 一剑便说 此乃化血神刀所伤 被此刀伤了 剑血即死 幸亏你有玄弓 才能幸免 杨简大惊 盲问可有办法解救 真人说 此刀是东海蓬莱岛 一气仙 余缘之物 刀在炉中祭炼之时 还有三粒神丹铜链 要解此毒 唯有此丹 真人沉思后 对杨说道 此事非你不可 如此如此 可得丹药 杨简大喜 拜谢师父 纵顿光往蓬菜岛而去 半赏方志 只见好个海岛 一井齐花 观之不尽 杨简将在彭菜岛上 施展八九玄弓 变成七首将军于化模样 入洞见一气仙于原 岛身下败 于原见来者是于化 盲问来意 甲于化说 弟子对敌江上 遇着杨简 弟子用刀去伤他 被他一指 把刀指回来 伤了弟子兼臂 望师父救我 于原惊讶到 有这等事 幸而当时 炼此宝刀 同炼了三粒丹药 于原随将丹 取出 交于甲于化 甲于化谢恩 忙出离洞府 甲于化走后 于原静坐私存 杨简有何本领 能破我的话写刀 若于化被刀伤了 他怎么还能来到这里 于原掐指一算 顿时醒悟 于原纵身 骑上金眼五云驼 把那兽头顶一拍 那驼四足就起金光 飞在空中 来追赶杨简 杨简早有提防 正往前走 听见后面风声紧急 以至于原追来 暗中把笑天犬放起 扶在空中 于原只顾追赶 为防暗算 看看赶上杨简 正带伤他 笑天犬突然从云中钻出来 一口咬中脖梗 顿时鲜血直流 衣袍都被扯去了半边 于原吃了大亏 不能前进 只得返回洞府 取丹药疗伤 痛恨杨简 咬牙切齿 杨简回大营 见紫牙 献上丹药 紫牙大喜 忙取丹药 医治雷阵子 又派木炸 赶往前原山 送此药就哪吒 次日 杨简往官下挑战 于化文报 上了金经兽 提及出关 二人一见 杨简大喝 于化 前日 你用化血刀伤我 怎知我炼有丹药 你能奈我何 于化暗想 此丹 只有我师父能炼 周莹怎能也有此丹 若他有这丹 化血刀也无用了 他催开金经兽 大战杨简 刀己并举 三十余回合 不分高低 正杀之间 雷阵子商欲 展开风雷双翅 当空飞来 轰雷般大喝 于化贼子 敢用恶刀伤我 吃我一棍 轮动黄金棍 劈头打来 于化力战二将 左之右处 看看不敌 正带逃走 杨简早记起笑天拳 正咬中于化后颈 于化痛得连连怪叫 雷阵子成戏一棍打来 于化将身即闪 那棍正中金金兽背上 这兽腹痛狂跳 把于化掀翻下地 杨简加上一刀 结果了于化性命 二将得胜回迎 紫牙传令 把于化首级高悬原门 四水关寒荣文报 于化阵亡 大惊 盲聚集中将商议 正不知所措 率府外来了一个头驼 韩荣将接相迎 只见这道人十分凶恶 身高一丈七八 面如蓝点 目射凶光 韩荣拜问先师 在那座名山修炼 道人说 贫道乃东海彭来岛 一气仙于援 杨简道我丹药 杀我弟子 欺我太甚 今日下山来报此仇 韩荣大喜 次日于援出关 至周营援门前 指明要紫牙答话 紫牙得报 知道来了结教能人 忙摆队伍出营 紫牙见于援 骑金经五云驼 头戴于尾官 身穿大红袍 行貌争宁 也绝骇然 于援道 江紫牙 你叫杨简出来见我 紫牙道 道兄 于化逆天行事 唐臂挡车 上天借手 杨简除去 你何故 妄动无名之火 于援大怒 妖言祸重 原来你才是罪魁祸根 于援催开五云驼 杖宝剑直取紫牙 紫牙手中剑 负面交还 左右李静 又有维护 各举兵器 袭来助战 四人一场大战 于援的宝剑 光滑灼灼 紫牙边彩色灰灰 李静枪寒光灿灿 维护楚杀气腾腾 二十余和 胜负不分 于援剑不能取胜 把一尺三寸金光措 记在空中 来伤紫牙 紫牙盲斩姓黄旗 献出母许黄云 保护其身 于援收挫 正欲去打李静 不低防紫牙记 其打神边来 一边正中于援后背 只打的三妹 真火喷出 于援受伤 大叫一声 把金眼五云驼顶上一拍 只见那驼 四足立起金光 望空逃去 土行孙恰好崔梁来至 见紫牙会兵 他远远瞧见于援的五云驼 四足金光簇拥 飞腾而去 羡慕不已 我若得此奇 崔梁真是方便 土行孙缴了梁 当晚至后营 与邓禅商议 于援坐骑 四足能起金光 飞行如电 真是好 我成夜到了来 习着催凉 岂不妙哉 邓禅劝道 你要去 须先禀过元帅 土行孙笑道 区区小事 何必多费一番唇舌 十至二更 土行孙钻入地下 静进四水关 来到帅府里 在地下往上看 见于援端坐蒲团 目似垂帘 他不敢上去 只得等候 于援忽然心动 暗暗一算 以至土行孙来到他的座棋 于援把元神出窍 假作沉睡 翻身倒卧 须与憨声如雷 土行孙在地下 听见鼻息之声 心中大喜 将身子钻了上来 拖着铁棍 四下一望 看见外面廊下 拴着金睛五云驼 土行孙解了五云驼的缰声 牵到丹池下 他身形矮小 踏着马台爬上五云驼 试咽试咽 然后又跳了下来 见于援壮似沉睡 土行孙想 何不乘机将他打死 土行孙手指冰铁棍 摸上前 罩着于援耳门上狠狠一棍 直打的蹊跷中 三味火喷出来 只是不动 他使尽力气 又使一棍 于援仍不作声 土行孙不禁扎舌 这波道 莫非是刚交铁柱的 真是耐得住打 今日只好回去 日后再做道理 他上了金睛五云驼 把那驼头顶上拍了一下 那兽四足就起金光 飞在空中 土行孙心下十分欢喜 不料那五云驼 只在关里左跳右串 不肯出关 土行孙心中焦急 喝道宝贝 你快出关去 不然 我铁棍伺候 话有未了 那五云驼落下来了 土行孙方玉下驼 背后于援一把抓住头发 把他提起来 不让他挨着地 大叫 拿住偷驼的贼了 京洞府内大小将官 掌齐火把灯球 韩荣借灯光 看见于援高高的拎着一个矮子 盲问老师拎着他做什么 于援说 你不知 他会地形之术 只要沾了地 他就逃脱了 于援命人 取来自己的宝物如意乾坤袋 把土行孙装起来 又架起柴堆 把如意乾坤袋悬挂在火上焚烧 土行孙痛楚难耐 大叫 烧死我也 命不该绝 这时据留孙 正在加龙山洞府墨养元神 忽然光滑闪耀 元始天尊 坐下白鹤童子来至 传令道 师尊有御旨 命师兄去救土行孙 据留孙领命 盲戒纵的金光阀 煞时以来至似水关内 看见于援 正烧乾坤袋 据留孙 使一阵旋风 往下一坐 从风里伸下手来 把如意乾坤袋提走 于援正烧土行孙 忽然一阵狂风 火势突简 不见了乾坤袋 于援掐指一算 已知究竟 指添大叫 据留孙来至周营 南宫阔正寻外营 见有一人便问 是什么人 据留孙道 是我 快通报紫牙 南宫阔认得据留孙 盲传云版 紫牙闻讯 出帐迎接 见据留孙 拎着一个袋子 便问 道兄深夜至此 有何指教 据留孙道 土行孙有火难 我特来救他 紫牙大惊 据留孙打开如意乾坤袋 放出土行孙 问其详细 土行孙把道五云陀的事 说了一遍 紫牙大怒 你要做此事 也该报我知道 为何擅自行事 若不正军法 迎归必乱 传刀扶手 将土行孙斩首号令 据留孙劝道 土行孙里应严惩 只是用人之计 暂且戴罪立功 紫牙见据留孙苦劝便道 若不是道兄求情 定斩不赦 次日 一气先渝园迎外挑战 指明只要据留孙 据留孙对紫牙说 我不去会他 你只需如此如此 便可亲此颇道 紫牙摆队出迎 渝园一见紫牙 大呼 叫据留孙来会我 紫牙道 道友 你好不知天命 道友要烧死土行孙 便有他师父来救 这都是天意 鱼元大怒 催开五云陀 十宝剑来取 紫牙五手中剑 负面相迎 二手相交 双剑并举 两人一场大战 未及时回合 据留孙在后面 记起捆仙绳 颇刺刺一阵响声 光闪闪束到金环 凭空把渝园拿去 只剩下五云陀 跑回关中 渝园被压到了中军帐 依旧气焰嚣张 冷笑道 江上 看你有什么办法 治我 紫牙令李靖 将渝园斩首 李靖领令把渝园推出原门 挥宝剑就劈 只听一声巨响 宝剑崩出一个缺口 李靖怒不可遏 换剑再斩 这一回竟将宝剑都崩断了 他只得回报紫牙 说杀不了渝园 紫牙闻报大怒 亲自出了园门 命为户继降魔杵打 那降魔杵打在渝园身上 只见烈火喷出 腾腾烟飞 渝园却不受损伤 渝园大笑 做歌道 天皇得道将身炼 修仙养道必犹宫 四海三山都走遍 曾在炉中掀火断 你金斩我要分明 自古一剑还一剑 紫牙心中不乐 找据刘孙商议 据刘孙设下一计 紫牙一言 命铁匠赶造了一口铁箱 将鱼园装人箱内 又用铁链捆住 锁上铁锁 据刘孙命 黄金力士 抬着铁箱 飞到北海之上 弹剑黑浪翻滚 寒风怒豪 黄金力士向下一抛 那铁箱咕噜噜 沉于万丈海底 不料五行相生相克 水能生金 铁箱是五金铸造 丢在水中 金水相生 不但困不住于员 反住了他一臂之力 于员借水盾 逃出了铁箱 于员用盾法 一径赶往毕游宫 因为被铁链捆住 狼狈不堪 不敢去见掌教师尊 只得躲藏在紫之崖下 呼听的远处一个道童 唱着道琴走来 原来是通天教主 坐下水火童子 于员一见大呼 师兄 救我 水火童子闻声观看 看见紫之崖下 捆着一个青面红发的道人 童子问是何人 于员说 我是金灵圣母门下 被江子崖沉于北海 水火童子 忙抱之金灵圣母 圣母闻言大怒 急忙来到崖前 不看海阁 这一看 怒火直冲顶门 再也按内不住 金灵圣母 竟直闯进碧游宫 叩见通天教主 禀道 别人早传说 昆仑门下 欺辱我教 我等一向荡城谣言 今日才知 传言据是事实 教主问是何故 圣母怒气薄发 道 一气仙于员 他有何罪 竟被拘留孙用铁箱沉于北海 幸而逃生 来至紫之崖 望师尊保全弟子等体面 通天教主吩咐 把于员抬来 必有宫里 有许多结教门人 看见于员 被捆得如同粽子 无不生气 此时金钟声响 欲庆其名 诸大弟子 一起来至宫门前 拜见掌教师尊 其说 谄教门人 其我教太甚 通天教主 看见于员这等光景 也觉得难看 教主先把一道符印 贴在于员身上 然后用手一指 光滑闪过 铁链落下来 教主心内怒发 脸上却甚是平静 他把于员叫到身边 交给他一样宝物 说 你去把具留孙拿来见我 不要伤他 于员戒顿 光辉至四水关 韩容小心发问 老师怎声脱险 于员道 江上用铁箱把我沉在北海 我脱身走到师尊那里 借得一宝 来勤江上 于员崇上五云陀 至周营前大骂 指明只要具留孙 紫牙听说于员又来 大惊 忙请具留孙商议 具留孙掐指一算 说 原来于员借水盾逃往毕游宫 通天教主 必定赐他法宝 他才敢下山 具留孙与紫牙反复记忆 具留孙道 还是紫牙出去迎敌 我许得寻机 想先下手 若是他先祭法宝 我二人都不能抵挡 紫牙出的迎来 于员一见怒从心起 催舞云陀 恶狠狠飞来直取 紫牙使剑相还 交手只一回合 具留孙不敢怠慢 忙记其捆先生 于员没有提防 只听得一声响 又被拿去 紫牙将于员压在帐内 这于员昂首挺胸 须发飘扬 不以为意 紫牙与具留孙商议 五行之术 都杀不了于员 放又不行 如何是好 正无法可视 忽然一道惊天长红射来 帐前降下 露鸭道人 紫牙与具留孙 忙出仗剑里 于员一见露鸭 灯石下得魂魄飞散 面色蜡黄 跪倒在地 哀求露鸭可怜 她千年苦修 十分不易 大发慈悲 饶过自己 从今知过必改 再不冒犯稀奇 露鸭命人布下香案 从随身花篮内 取出一个葫芦 揭开盖子 里边升起一线白光 顶上献出一个七寸五分小人 眼里射出白光 盯住于员泥完弓 露鸭连拜两拜 道 宝贝请转身 内宝在白光之上 陀罗班连转三转 于员抖大一颗手急 落降下来 那灵魂往风神台去了 露鸭斩了于员 紫牙欲要号令员门 露鸭说 不可于员原有先提 不可暴露 须一礼用途掩埋 安排完毕 二位仙人 辞别了紫牙 各自归山 韩戎闻报 于员已死 大惊 盲聚集重将商议 于道长已亡 再无人可敌周将 若是归降 又辜负了天子 有人道 将军唯有器官而去 既保全身家性命 又不负天子厚恩 韩戎点头叹息 传令打电自重 装上车辆 准备出城 府中一片忙乱 韩戎二子韩生 韩辩才十六七岁 在后宅 听得家中 纷然喧哗 不知何故 急忙出来 见家将扛向台龙 询问原故 家将把器官的事说了 二人听罢 一起来见父亲 问道 父亲何故 要放弃四水关 韩戎说 你二人年幼 不知事物 不必多问 快些收拾离关 躲避兵货 韩生师生笑道 父亲这话错了 千万莫让外人知道 父亲是朝廷大将 如今大敌当前 不思报国 返学小儿女 贪生怕死 岂不误了父亲 一世英明 韩戎叹道 我难道不知忠义 实事力有不足 江子牙门下 多有能人意识 于缘于话剧遭毒手 何况别人 你弟兄二人 虽然有忠心 但是无补实用 韩生道 孩儿增育一人 习有一书 正连日操言 孩儿怨上战场 逼迫江上 韩戎听罢 大出意外 心中暗息 韩生取来一件风车 当中有一转盘 一只手握住内杆 推动周围 旋转如飞 上面有四手帆 帆上有符有印 有地 水 火 风四字 名为万刃车 韩戎看罢 问 此事孩儿家玩耍之物 有何用处 韩生道 父亲不知其中妙用 写下轿场 把这万刃车的威力演示 给父亲观看 韩生兄弟 来至轿场中 各自上麻 批发仗剑 口中念念有词 只见云雾陡声 霹雳连珠 火焰冲天 半空中 有百万钢刀飞来 韩戎大害 韩戎问此宝何来 韩生戏说原委 原来一日弟兄 二人在府前玩耍 忽然来了一个头驼 自称法界 体貌异常 寻人化斋 弟兄就给了他 一餐斋饭 这头驼叫兄弟二人 拜他为师 传下这样法宝 法界头驼说 将来有一天 将上避帅 叛军到来 此法宝 可破周兵 保一官平安 韩戎大喜 问道 我儿需用多少人马 韩生道 此车有三千辆 当用三千人 韩戎忙拨三千精兵 给韩生兄弟二人 在轿场操演万刃车 韩生命三千人 聚穿黑衣 批发赤脚 左手执车 右手持刀 演练阵法 西间任意发号施令 诸军杀足 操练有一十四日 军事阵法精熟 这一日 韩戎父子出关挑战 紫牙得报 率众门人将是百队出营 紫牙曾大胜韩戎 所以未曾在意提防 紫牙道 韩将军 你速速倒戈 免之后悔 韩戎笑道 江紫牙 你等死在旦夕 还敢耀武扬威 紫牙大怒 贺令 谁把韩戎拿下 旁有魏奔 纵马摇枪 冲杀过来 韩戎背后 两员小将韩生 韩辩冲出阵来 截住了魏奔 交战魏籍数回合 韩生韩辩拨转马 往后就走 魏奔自是勇猛 随后追来 韩生回头 见魏奔破劲 把头上罐打掉 劈散头发 把枪一摆 镇后三千万任车 沙将出来 煞时黑风弥天 烈火变地 夹着无数利刃 漫天而来 势不可当 周兵大败 溃不成军 被万任车 只杀得尸山携海 混乱中 人撞人哀声惨期 马财马鬼哭神经 魏奔中刃 几乎坠下马鞍桥 武急着刀 险些丢了性命 韩戎上心来 盲传令 明金收兵 韩生 韩辩 听得罗生 收回万任车 紫牙方得收住人马 紫牙升仗 众将冠拒进率仗 彼此都说 这一阵真厉害 烽火旗帜 不知何物 无法抵挡 韩戎父子进关 韩生问 正要擒拿江上 父亲为何明金收兵 韩戎道 青天白日 江上门人倒数之事 都能保护自身 不能灭绝 紫牙遭此大败 在率仗中苦苦思虑 历刃 烽火 汹涌而来 到底何物 如何破解 他心中忧烦 一时疏忽 竟不曾防备劫寨 将至三更 韩戎父子暗暗出关 率三千火车兵 往周营行进 来至周营原门外 一声炮响 冲杀进来 势如山崩地裂 朝奔浪滚 只见黑云密布 烽火交架 刀刃旗下 此胡亭结营 急忙上旗 左右门人 拒来护卫 武王策马先走 周兵七零八落 狼奔使突 军不能顾臣 父不能顾子 韩生 韩辩 追赶紫牙 紫牙执着姓黄旗 遮护住一段道路 周军兵将 一拥奔走 韩生 韩辩二人 催着万刃车 在后紧紧追杀 直杀到天明 韩生 韩辩大叫 今日不捉江上 誓不回兵 望前穷追 韩生兄弟穷追不舍 紫牙一路败走 眼看就逃到金基岭了 忽见前面山谷出口 梁杆大红旗飘扬 使周军催梁冠正伦 正伦刚转过山嘴 正迎着紫牙 盲问 元帅为何失利 紫牙说 后有追兵 用的是万刃车 有风火助威 势不可当 正伦催金金兽 往前迎来 只见韩生弟兄 当先紧追 三千火车兵随后 正伦大喝 好匹夫 竟敢追我元帅 韩生骂道 你来也就不得他 兄弟二人 把枪摇动就刺 正伦手中 楚覆面交还 正伦见他后面 一片风火兵刃拥来 不愿久战 只一回合 盲运用鼻内两道白光 对着韩生兄弟哼了一声 二人坐不稳安桥 翻身落马 乌鸦兵一拥而上 将韩生含遍生擒火捉 后面三千火车兵 见主将被擒 法术已破 烽火兵刃 化为乌游 众兵大败 往回逃奔 韩荣追杀周兵 看见众火车兵逃回 不见二子 盲问原因 重兵说 二位小将军与一将交战 不知怎么跌下马 被他捉去 韩荣下令收兵 紫牙重整人马 再至四水关下 三军内涵 声震天地 韩荣听得杀声 上了城楼 惊道 周兵又来 我儿休矣 紫牙喝道 你那虎狼之子 已被我擒 左右将士将韩生 韩便压到码头前 韩荣见二子 蓬头赤足 神捆二臂 心痛如歌 大叫 江元帅 二子无知冒犯虎威 望元帅念其年诱 饶恕性命 我愿献四水关 韩生昂头大呼 父亲不可献官 你是天子骨功之臣 怎能不忠 父亲谨守关爱 等天子救兵到来 秦祸江上碎尸万段 紫牙大怒 令左右斩了 行刑官奉令 手起刀落 在关下连斩二人 韩荣见二子被斩首 心如刀割 大叫一声 跳下城楼 当时毕命 城中百姓开关 迎接紫牙人马 进四水关 紫牙进了帅府 出榜安民 后葬韩荣父子 又至久 款待有工人员 预知后续故事 请看下集 三页必犹宫 感谢大家的观看 再会